舒淇秀出视野现很有风韵,而看了她的下半身,网友几乎要疯了。 2018年4月15日,北京,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杰红毯。舒淇,段也红。 舒淇,原名林立会,曾为自己取一名舒淇,后改为舒淇。 1976年出生于台湾省,后到香港发展,开启点一之路。 舒淇的美在娱乐圈很特别,夜庆中带着性感,十分有肉惑,很吸引人。 而舒淇不仅外形气质与众不同,她的穿衣风格也是很独特的,常常让人意想不到。 舒淇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星,年纪渐长,越有韵味。 一件黑色的上衣开拆开倒肚子,完美秀出舒淇的视野线,风韵十足。 但看了舒淇的下半身,网友几乎要疯了。 这蓝色的裤子是怎么回事,和上衣一点也不搭啊,削弱了女神舒淇的风采。 即使舒淇选择的上衣是很不错的,金钻相边,奢华大气,桃红色的蝴蝶结带来几分娇妹。 可惜啊,都败在裤子上了。 果然是人靠衣装,看身穿一起抹胸衣裙的舒淇多美啊, 犹如仙女一般,淡蓝色的纹样和白色的底色相衬,衬出好气质。 舒淇穿衣一向大胆,而她这一身穿扮非常成功, 黄色的沙裙即完美凹陷她性感的一面,也不忘展露她优雅迷人的一面。 舒淇,英语,Shiqi,1976年4月16日,本名林立会,台湾女演员。 舒淇因演出电影《色情男女》而开始广受注目, 以此片和其后的《红星十三妹》分别入围第33届和第35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, 并以后者获币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。 其后,舒淇以菲尔般爱情小说《千玺慢播》, 《最好的时光》,不再让你孤单,西游,酱模篇,刺客脸眼娘, 健忘村等作片入围金马奖竞逐最佳女主角奖, 并凭着《最好的时光》在第42届金马奖获得最佳女主角奖。 2005年,舒淇以电影《最好的时光》第三次入围金马奖, 并夺下第42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。 2008年,美国娱乐频道1,评选出其为《全球最性感风唇女星》。 她先后评级非一般爱情小说《玻璃之城》,《游龙细凤》, 不再让你孤单四次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。 以及以非一般爱情小说《千玺漫播,不再让你孤单》, 新游酱模片和刺客脸眼娘五次提名金马奖最佳女主角。 《玻璃之城》。 FMD CVM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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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VMD